好 感謝這個QQ網友這個卡兒拉額多 然後問我說這個新的神器呢 到底是開場就會有護盾呢 還是過15秒才會有護盾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永巢揮記的說明 戰鬥開始後 每15秒獲得一個40%最大生命值的護盾 持續5秒 持續時間結束的時候 護盾能量存在 則每2%生命值的護盾會轉為12點能量 最多不會超過120點 也就是說 他這個護盾呢你都沒有 受傷用掉的話 他就會轉成能量 然後最多就是120點這樣子 那我們就給小羊來裝備 然後用我最喜歡的關卡 這個奇境漫遊 然後雪仇邊賽 好我們就看一下開場有沒有護盾喔 我們就上我們的這個小羊 小羊還蠻坦的 所以應該應該是不會太快死掉 好我們就開始吧 小羊會損血 所以說開場沒有護盾喔 好所以我們就注意1分15秒 我們先我們先我們先隨便 啊啊不對 我不能 我不能夠放大招 我放大招之後這個溢出的那個恢復量就會變成護盾 這樣不准 我不應該用大招的抱歉 好現在我都是 我都是會扣血的 好準備看 要1分15秒囉 有沒有看到那個那個輔助的圖案 護盾跑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15秒鐘 是第15秒鐘才開始 所以開場的時候並不會有護盾 好又要過15秒囉 又過15秒了 護盾又開起來了 那這樣不錯耶 一場戰鬥中可能會開好幾次喔 15秒 1分15秒 然後再1分鐘 再45秒 開 又開了 然後再來是30秒 再來是30秒開 30秒開完再最後一次就是第15秒開 開 好稍微加速一下 再來是第15秒喔 5 4 3 2 1 開 就這個東西 OK 那這個就是新的這個神器 還不錯喔 因為你開了之後 持續5秒 再過10秒鐘又一次嘛 因為這個15秒一個循環 再扣掉說這個持續的時間5秒 所以這樣子對這個輔助之間應該會有很不錯的這個 保命的作用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